大雨釀災 昨晚基隆市信义区 杠子辽路一处路段 大规模走山 八層楼高的土石摊方 把一旁的资源回收场 冲刷下山 下方的公园也惨遭波及 里头的篮球场几乎被掩埋 所幸没有人伤亡 不过摊方的面积 估计有六万四千立方公尺 工程人员私下透露 至少要五千趟砂石车 才有办法运走 山林镇中间 就像被挖了个洞 凹陷一大块 从空白镜头看 翠绿山头大走山光涂一片 八层楼高的土石 大规模摊方 整片像洒虫 原本的杠子辽道路 路面边缘严重塌陷 一旁资源回收场的货柜屋 也不敌土石被冲刷下山 埋进废土间 只剩铁片指甲 接着电话 有得近距离看不看前方 看就没了 看就整个都滴下去了 那里了几百万 损失惨重 老板有苦难言 但再往下看 他面积土石冲到平地 埋没半座篮球场 就连篮球框都快被灭顶 场景同样令人震惊 好可怕 好可怕 大自然的威力太强了 像这边其实算是缓坡 不是那种很陡的坡啊 整个从那边移过来 距离很远 很远哦 很恐怖 金钱走山以外 就发生在基隆市 杠子撩路一处路段 因为年初至今 几乎停停降雨 土石松动下 边坡大规模摊方 又有六万立方公尺的土石 滑行了四百公尺 道路旁的资源回收场 和下方公园都惨遭波及 幸好没有酿成 人员伤亡 工它的范围 大概是长的部分 大概是八十公尺 宽四十公尺 深度大概二十公尺左右 为了避免 后续可能会影响到 道路这边的安全 我们公务单位 大概建议先做一些 初步的挡土设施 就怕在船走山以外 市府先拉封锁线 架设简易挡土墙 不过工程单位透露 这摊坊土石 需要五千烫砂石车 才能运走 工程粗固要三个月 这期间附近居民 恐怕都得胆战刑警 这才是很重暴动